正所谓一白遮三朝 你知道古代的名媛们为了变白白 都会用什么办法吗 从武则天到杨贵妃 再到慈禧太后 历史千年留下了丰富的经验 今天就来尝试一下 慈禧太后的御用配方 被誉为千古美容第一方帝 西子白美肤皂 用白芙苓 白纸 白树 白鸡 白脸 白姜蚕 白烧 放进砂锅里 加入纯净水 开始熬煮 我们所做的西子白美肤皂 会更适合现代人的肤质需求 煮好的精华水过滤溶解 再取出另外一份西子白材料 用来抹粉 这一份多加了一个白珍珠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到 珍珠涂面 让人润泽好脸色 这里说到的珍珠就是白珍珠 现在准备加入植物油脂 用滋润度高的乳木果油 和珍果油为主 这些都是对头皮很好的小分子天然植物油 敏感肌也可以用哦 融合好的油脂 开始人工搅拌 让碱水和油脂产生造化反应 再加入研磨好的西子白珍珠粉 搅拌均匀 就可以准备模具入魔了 这个七子白美肤灶 对于油斗鸡 干拧肌的宝宝也是合适用的 还可以改善肌灶 紧致肌肤 听说你油斗鸡 还不想变黑 纳冲这块七子白美肤灶 就没错了